歡迎回到第三節的動漫武生 剛才講完遊戲王的卡片遊戲 我們現在已經講到另一隻了 進入黑歷史了 高達終於進入黑歷史了 始終都有人玩的 掛著高達的名字 我們入了 Turn A 的年代 高達死了 不是 Turn A 嗎? 不是 H 了嗎? 這套是甚麼來的? 是足球而已 大家都是等高清化的市場 那我們講這隻卡的遊戲 是 Gundam 當然在香港已經賣入衰退期了 或者叫做沒有了 再狠一點說的話 真是慘 究竟他經歷了甚麼事 搞到今時今日這樣呢? 我相信 Gundam的觀眾都應該多 為甚麼會搞成這樣 1999年他跟遊戲王同期 2月 同期的時候同期出的 但現在一個在天一個在地 為甚麼呢? 當然我們要先講一講規則 Gundam 其實比較近似的話 其實他比較近似 Magic 因為他本身都有所謂的角力值 角力的東西 其實你的卡組 怎樣召喚一些強力的卡片 或者配搭的話 就要很依賴所謂的角力 即是你要有那個角力 才可以召喚到強一點的機體 還有一些所謂的裝備卡 可以說是 才可以去裝備 或者是角色坐在機體上 這些等等弟弟的能力 都是要消耗角力的 那他主要是分的那種卡 其實一開始只有四種顏色 一開始是2099年出的時候 分了藍色、黑色、紅色和綠色 藍色是地球聯邦軍、奧干 和神聖軍事同盟 綠色是地球聯邦軍 後期加了天人以外的勢力 天人以外的勢力 天使那邊 不是 天使不是 即是說 人格連 我抽 歷方機 沒錯 黑色是泰坦斯、彈斯卡帝國 和零零外傳的機體 紅色是新智慧、死黃先鋒和哥斯鋒 即是以勢力來分析 其實是的 不得不提的美藍系就是白色 什麼 美藍系 我稱為美藍系 W和C W和C 是白色 即是鋁肉 還有茶色 茶色即是啡色 有Turn A和X 後期加入了G跟林 我一開始玩的時候 沒有G Gundam 我玩到中段才有G Gundam 據說G Gundam 本身這套作品的設定 也有少許爭議 據說剛才G Gundam 也有少許爭議 他推出的時候 也某程度顛覆了規則 因為出現了一件雷台的物體 雷台 類似遊戲王的環境 可以這樣說 不是 他是設定一個雷台 擺出來 我如果有G Gundam的機體 他就可以出擊雷台 那我雷台的時候 如果你不打 如果你不接招的話 我就可以撕你的手牌 Discard 是的 那你只要跟我一起抽 那其實 都要少說 他卡片 主要分為 機體卡 角色卡 任務卡 指令卡 和角力卡 剛才說 機體卡就不用說了 就是一些主力的機體 主力的怪獸 角色的話 其實就是 附帶在機體卡裡面 可以提升各種能力 任務卡的話 你完成某些東西 就會提升某些能力 或者發生某些效果 指令卡 其實就是 你當是 其他卡 魔法卡 之外的東西 一用即器的那些 那些就會是 就是用一次的 那角力卡 就不用說了 就是純粹為了產生你的cost 而出現的 稀有道方面 它只是分三個 那是普通卡 銀卡 以及 rare卡 後期加了那些 金閃銀閃 不是閃 它是字 是字 那些浮誇的東西 那些 是那個年代我已經沒有玩 對張卡的效果應該沒有影響 沒有的 不過這張卡很貴 出產低 是的 以我所知 就好像說 角力G卡 都有分兩種 好像說 有普通G和特殊G 那特殊G 通常都會是紫色的 因為 因為初期沒有零零出現之前 紫色就是 用來放一些完全輔助系的東西 所以 那些輔助G 就會另外還有一些效力 可以幫助你 去 令到形勢更有利 但是通常 它橫置 有些時候 它有些卡效果寫著橫置 之後就不會生產角力 它就有50張 我記得就是 我初期玩的時候 因為我已經 是50張 我已經敗不住了 50張為一個卡組 那 贏的條件就是 角力變成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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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力就是 角力就是 那個卡組 即是你50張 那你一開始抽 我記得六張還是七張 之後就開始 如果你被人打中 就會計算 例如 特殊Goda 是5度的 打中你 你就扣5度的款國 即Serted 是的 Serted 另外還有一個 叫做廢氣場的物體 的物體 爆機之後會去 兩個地方是不同的 但怎樣才叫做輸 角力變成零 角力 剛才是否真的說 那個資源 你卡了 你卡了 基本上 你摸不到牌就輸 是的 其實它的定義 就是說 一些 好像我們玩 Gundam VX Gundam 越大cost的東西 沒有儀威力 是最大 但是你死了的話 你是扣的 扣的就好多 其實它也是有這個概念 其實就是 當然你可以找 沙古為死人 當然為沒得死人 有問題 這個就不再討論白費 不再討論白費 嗯嗯 那你本身其實 不是說不好 始終是 一個新的系統 其他Cut Game都沒有 有電話做支撐 Gundam都有 WSC有這個 大兩作品 大作品的支撐 你 Gundam的話 Gundam更加多 應該 其實應該是沒有問題 是的 但是當然 你說本身 其實它做的卡片平衡 是真的比較 初期都還可以 因為初期它每種不同顏色 有不同的特性 藍色主要是防禦和回復 綠色就因為自護軍的關係 很接合它的主題 帶來特殊 另外最加傷害 以及高速生產 大量出機圍著你 現在很多渣古 沒錯 很多渣古 以人海戰來取勝 是的 早期 即是盡快打死你的 黑色的話 就是你跟很多 Cut Game的人 以破壞為主 對呀 以破壞為主 沒錯 簡單來說Mapow Mapow 那紅色就是Chan 即是干擾對方 因為紅色是自護 有很多挑剔 我干擾有卡 你不讓你用 那紅色呢 其實跟它的系列都很有關係 Turn Lay和X 大家都知道 X2是十方者 他們的身份 Turn Lay 所有人的機械都在地上掛出來 所以就跟廢氣場 很有關係 所謂的再利用的特性 後期加了G Gundam 之後就有些不同了 但G Gundam那件事很有趣 它配合了Kurita之後 那部機本身的能力會再提升 即是不提及Kurita的高級值 接著去到白色 就強烈機體 基本上就靠機體賣點 靠機體和角色 對呀 很帥 我想問一下 比如說角色 大家也認識的阿寶 那會不會可以坐上 它未開過的機上 絕對可以 但它另外有一個 專用機成立的問題 即是如果你坐上那部機 那能力就會更高 不會的 它是會有另外的效果 例如 可能 在白色裡面有一張卡 叫做 我記得是跟杜老師有關的 你披了五張 朱鎔基成立的話 你會馬上贏 即時勝利 即是特殊勝利條件 對 但我想問一下 如果像UC歷史之前 UC歷史上 有些角色是不斷重複出現的 就像阿寶 它也出現了三幾次 那會不會有分別 例如我0079的阿寶 坐上去New Gundam 和0093的阿寶 坐上去New Gundam 會有什麼分別 其實是沒有分別的 但主要就是 它的角色是同樣 視為同一個人 以及它的卡的效果不同 因為我當時也沒有 我不是太清楚 它這樣計算的話 譬如 我不同是你的阿寶 就算有多少不同 你都只可以放四張 它限制三張 但它是計 阿寶雖然是視為同名 但理論上你不會放超過這麼多張 你通常會放一張或兩張 所以沒有這個問題 沒有這個疑問 會不會有這樣的情況 同一個場上有三個阿寶 不可以 它的規則說明是 同名人士不可以 只有一張 只有一張 所以有些人說 披了這張卡之後 你刺卡視為 什麼什麼什麼 你可以披到對方 令到對方的一張消失了 有一張 奧普的效果就是 刺卡視為阿力斯 即是阿斯蘭 披到對方 對方就會消失了 在他初出開始的時候 其實都看到的卡好方面 玩的話 大部份是更多 這條傳統 絕對是 比起遊戲王更加 更加多 因為歷史始終都很久了 觀眾群應該比初代的遊戲王多很多 其實中期是很繁盛的 因為我知道這麼多卡遊戲 除了召喚王之外 它是另一套有中文卡的遊戲 我開始玩的時候 因為它出現中文版 我就可以加入 但是後期開始 因為不知道Bandai 是否知道 很多玩中文的 其實都是玩過日文 後期就不出中文 就把官方比賽 改成可以用日文卡 即是之前的官方比賽 就只可以 香港你就是用中文卡 他開始推出 那時候我還中學 看GoCo 玩的時候 他的官方比賽 只能用中文 我覺得 多年中文卡 和人文卡的價錢 不同 誰比較貴 其實通常都是日文的 但是你中文卡 你難收一點 我想應該日文繁榮性 比較高 其實你這個 要提及的 就是所謂的卡片市場的流動性 就是當局部地區性的話 而比賽只是限制那些的話 卡界會炒得很高 因為本身抽的人可能不多 抽得中的人 和放出來的錢量 你算起來 其實是一個不健康的現象 而且你一開始推出 那時候 中文和日文 他後期 在一起 你舊代 因為他中文版的代數 不太多 變成你那個卡 有不同的卡 你會先一代的 你會馬上可以用到 變成會對中文版的玩家 有很大的影響 我對此也非常不滿 雖然我當時已經開始有玩日文了 對 其實 剛才我們說到 就是 本身 很憎恨 究竟 為何會 發生甚麼事呢 究竟 唉 這個是零零坐出來的 基本上 零零出現的時候 就將 金燈火跟絕了 為甚麼呢 戰爭跟絕 沒有理由 因為零零一開始出的機體實在太強力了 他為了零零 特意改了規 那時候改得很頻繁 為了甚麼 煞拿 為了煞拿那麼大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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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因為當年零零一開始出的那時候 紫色機 他有指定過這個東西 他有兩個紫色 他只需要兩種不同的角力 有生產到二 就可以煞拿出來 如果你玩那些 你可能場上兩張藍色兩張綠色 那你就可以煞拿一口氣四支飛彩出來 而且那四部機全部都有快速 變成你一口氣四部機 再打 還要是五弓 然後還要打過來 我都未能玩到 基本上 基本上是否零零出的時候 卡組的平衡度做得不好 基本上是 但是他有沒有試圖過 採用我們卡片遊戲中 最慣用的金 限制卡 那時候還未出 這個是另一個問題 他當時改了規 前提 因為知道當年 換裝太極 改了換裝 只能在敵方轉 然後 零零就改了 將 所有 unit 只能配一枚 限制到 零零 他本身快速這件事 可以在五獸 每 turn 只能配一枚 機體限制 現在就快速限制 變成每 turn 只能配一枚零零 還有當年 出的同時 綠色有一張很厲害的卡 就是 可以一口氣 配出來 揀本國五張 這樣配到的卡 就全部配出來 那如果你本國五張 全部天人四字 那豈不是糟糕 那變成 即是 某些卡會過強 應該 剛才聽 在這麼久 裡面 他說的每一代 都會有一些強卡 而漏洞 都完全沒有解決過 其實 真是 很失敗 如果對於一個所謂的卡片遊戲設計來說 他變成了 他把規則進行改變 其實有些很熱門的卡 例如 draw牌卡 他後期改變了規則 把卡的效果改變 這是他的特色 我其實很少見到卡遊戲 會改卡片效果 即是 另外重新寫卡片效果 但卡沒有變 你照用 但他的效果就是 我另一腳 可以說 真的老實說 他創新得利 創新得好失敗 即他似乎就變成 變成出錯卡 其實誤會了一件事 始終我們要說 卡片遊戲 就是 為何 很多卡片遊戲 印了卡之後 無論把卡 錯成怎樣 我大不了是 按了他 不用的 但不會因為這樣 因為其實 最大的問題就是 不要說老手玩家 老手玩家可能只 新收玩家 我抽到這張卡 當我沒有看過任何資訊 我放在那裡之後 你這樣跟我說的話 他會覺得 那我現在那套卡 我有哪一張可以信的呢 通常這些 這些是不多的 通常都是在 中文牌卡 始終都會有 對 跟玩家來說 好像很厲害 但你又要去看一大量資料 即更深的時候 他可能 我花錢買了一張 這麼厲害的卡 我以為那個功能是這樣的 但原來已經一早就蓋了 最重要的是 吹卡問題 所以說 這張卡厲害了 你認識日文你都可能死 告訴我 哇 高卡功能這麼厲害 原來 咦 改了 但是 他叫做一些補救 後期翻新的時候 把新的效果寫回 即是 新的效果 那高卡又怎樣 是廢卡 可以寄幾張卡去日本 換一張新卡 如果這樣就不一樣 當然不可以 那他主要改的效果 通常就是加一些一枚限制 那你變成 你一端裡面只能配一張 又是加了這些東西 那本身其實一枚限制 這件事就是 W的 因為W 整套作品裡面 只有 一部W高達 所以 無論你 你FDAC裡面有多少 W高達都好 長城才能 只有一個W高達 其實我覺得 因為他本身 Gundam裡面 即是你所說 我開始玩的時候 我都覺得 他太比作品本身 牽涉得好 即是他作品本身的限制 其實 沒錯 是你的特色 但是不應該每件事 老實說 就算那派W 其實W 是可以有兩部的 你現在在動畫裡面 即是 舊版和新版 可以同時間出現 其實可以 他視為同一部技 他視為同一部技 我覺得 雖然 是Unit 但是你不需要跟到其他 那麼速 這是 它是 Gundam為賣點 但最終本質 它是一部卡片遊戲 嗯 即是他這樣改 其實我覺得 他很多時候 是太著意 Gundam裡面的設定 他想著 Gundam的玩家 應該會買 那麼嚴謹的設定 應該OK 但可能他就是因為這樣 分類了本身卡片遊戲 要玩的 平衡度 他在那個系列裡面 也做了補完的 例如Wing Zero 能夠把 一枚限制的卡 拿來用 做一些多類型的效果 即是 將一枚限制的卡 然後做一些很強力的效果 很多是為了單單 就是因為那部機器 我就要把全部的規則 去修改 這樣的話 其實 也看到了 即是他似乎 後面出的卡 就是為了填那個洞 來出洞 但是 接著就會發生另一個洞 還有他的卡 越出越強力 這是很大的問題 所以沒有 我覺得很正確 他也能跟著 另一件事 戰爭是永遠沒有停止過 暴力加油 早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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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樣的 防紅色的干擾 如果你 發出干擾 那方 如果你不再高過那個數 你就干擾不了 但是後期 幾乎每一張卡都有 我玩紅色玩什麼 不用玩的 即是有些對著紅色 有四斤 他為了因為一枚強卡 然後他就會 沒有洞 更強的 加上去打那一代的卡 還有一個例子 早期 PS裝甲 就是一披出場 就可以直出 因為他有一種 叫做起動和再起動的 物體 一披就是再起動的狀態 其他卡 通常都是披起動狀態 而去到後代 他所有卡 幾乎都加上 一次卡 即是他很多厲害卡 都披出 一披出來便是直的 那就不止限於PS裝甲 變成 影響了很多舊卡 其實剛才說了這麼多 就是每一代出的卡 你舊隊的卡 機器都會非常之大 當然最終 無可挽回 變成軍票 所謂的軍票門事件 軍票門事件 那個又另一件事 這個是改規的問題 可不可以講一講 因為他看到這個 零零跟著戰爭這個問題 他就想 因為有一個黑歷史作品 出現的問題 所以他就想重新收拾一次 但是他收拾一次的時候 他就把制度改了 沒有了資源費 即是他不用付所謂的cost 即是他Pay卡的時候 本身角力可能要付錢 但是他現在不用了 他是用環置地 但是他出的時候 他就想把舊的卡全部不用 變成他就加了一些很苛刻的條件 就說你要把你場上的卡 或者手牌 就是Olt Game和指定角力相等的卡 例如Payball突擊高達 他3、4、2 即他的指定角力是3 我要Olt Game三張卡才可以玩到 即是不用玩 他主要的目的是 不想大家再玩新卡 但是問題就是 你完全把舊卡的存在性 全失去了 全壓殺了 新卡和舊卡的距離很大 如果一改之後 新卡的效果 即是他現在新的那些 新代的效果都不是很厲害 但是你主要是把 舊的所有玩家 有的卡組 全部的存在 全壓殺了 即是他被迫要玩新卡 要把所有卡丟掉 對 可以收集的 還有最大一個問題就是 他在舊代出 最後那一代是絕對戰力 他到他新代 即是他新的卡的時候 相差不夠兩個月 之後才公佈 舊卡 軍票 那你就行 即是你 即是那些人 都買了絕對武力的卡 兩個月都不夠 兩個月都不夠 即是兩個月後就要撿軍票 絕對武力 撿卡吧 撿了心口 即是他告訴你 我撿廠商 據我所知 Magic 當時有改規 但是他早兩年已經說明 之後 舊版的卡不能用 相對來說 你的緩衝時間太少了 應該這樣說 其實 本身 如果說Magic 的話 他是因為 本身他有好常機制 就是說 他不是說不能用 只是說 一些常規的賽制 裡面不能再用 但是他有一些 所謂的古典賽制 這些卡依然是生效的 長程呢 始終不會沒用 即是你不玩普通賽制 我就玩古典賽制 即是 也都分開了 新進來的玩家 他可能未必會接觸古典賽制 而那些玩家 可以繼續買新卡資源 繼續玩古典賽制 一個雙贏的局面 是一個 但是 跟當摩就覺得有這一點 他講的東西 就是說 我是要直接說 我都是把前面的東西說 黑歷史來的 大家忘記了他 我們應該去 未來發展 進化的高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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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化了一隻鋼鐵殺打出來 即是現在 基本上就變成黑歷史了 不是一隻拳打腳踢的高達嗎 又超肥變超瘦 是 Gundam War裡面 其實他示範了很多卡片 的錯誤 錯誤的示範 究竟如何去改一隻卡遊戲 他已經可以成為一隻代表 即是他做了什麼 其他卡片 就不要學他 即是你避免那些東西 基本上 你雖然應該也有 其實他中期的時候 我仍然覺得他很積極 因為曾經見過 因為Gundam的作品 他分得很清楚 我覺得 在我所認知裡面 你應該是找不到卡 才是 因為你初期已經出現 例如藍色 你初期已經出現 有些一年戰爭 即是79 87 那些全部都出現 變成你 會沒有再新卡出 但剛好 動畫就有 U.C的物體 叫Movie的物體 他便成功可以再翻炒 其實在這方面 他找作品去 卡化是很積極的 我覺得中期 或者這樣說 你這個其實 如果做對比的話 他跟遊戲王 他們其實是相同的 遊戲王老實說 如果只是計動畫 只是單單動畫裡面的怪獸 他夠出卡嗎 沒有可能的事 其實就是說 但是遊戲王 你說他的優勢在於是什麼 他可以添加眼紅 即是說 這些卡只不過在 這個動畫裡面 未出現過 不代表沒有 而且他也可以 在動畫裡面 暫時倒入這張卡 你可能都會知道 這個就是說 有機會將卡 遲些會出現的 當然大部分人最終都沒有出現過 有一個互動 有一個互動 GUNDAM裡面 他真的太著重 太執著於所謂的設定的東西 被設定束縛 即他一定要有出過的作品 才可以 你不可能有一個 GUNDAM原創的機體 其實為什麼不行 其實沒有問題 但以我所知 他好像之前 武者高達那些 好像都有 武者高達 也是一個存在的物體 你曾經有存在過武者高達 所以他放進去 所以他放進去 哪怕你出的BP戰士都是沒有問題的 都是高達 你不可以抵抵他們 他都算是這樣的 其實你不是很多人聽過的作品 都放進去 例如太坦斯的TR系列 然後《閃光之夏沙威》 《Crossbone》 這些已經不太多人聽過了 我覺得 有多少人看過《閃光之夏沙威》 大家要明白一件事 就是我們第一集 都說的卡片遊戲的更新週期 是由三個月至半年不等 我比進你半年 老實說 如果GUNDAM 2 如果連回來說的話 其實他不是說不夠的 其實他不需要說去到 迫到自己那麼緊要 即是就算我三個月出的 哪怕就是撞臂 如果你說出的周期 他後期是很過分的 他後期是差不多一至兩次出一張 即是包括一些小張 特別是戰場之女神 出一張嗎 即是他例如一個Booster 或者可能一個Starter 單出Starter 或者單出Booster 這些照計 基本上一至兩個月 就有新的東西出來 嘩 都很快 是啊 所以他 給人的感覺是吸錢的 我怎知道我用完兩個月 我還沒run熟那張卡 但你之後已經這麼快出身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適應期 這個可能第一回事 就是 所謂的卡片遊戲 其實是有所謂適應期的東西 當一套新卡出來之後 不是說那些玩家會馬上消化到 他的玩法 或者每張卡的功能 究竟是怎樣 其實那些玩家都要去 思考 要想 要交流 之間去對戰 去測試究竟那些卡 真是特別敬意 你急進的結局就是什麼呢 可能你出了下一代 然後發覺上一代有些卡 是跟他有雙充 或者會令到他更加強 那到時你就補不到 所以其實為什麼這樣 那卡片周期不是說 他賺錢要急著三個月 他要一個冷卻期 就是說 那些人 適應到這套新卡 而反向你 有些什麼意見 他們要知道之後 再去做下一套新卡 因為通常三次要出完Booster之後 那些人想完三次要差不多 而是一個 要玩的東西都玩得七七八八 這樣就差不多可以出身 就好像所有官方的卡片規則解釋 就是這個這樣的功用 搭到這個 在時機的使用上 是不是合理呢 這些其實是很合功夫的 沒有 他為了避身卡的問題 他真的改了很多次 他就是 零零他後期特意出些 真是把紫色這個 顏色法帶來做 那他就特意 一定要配紫色角力 變了 即他已經開始 再找些東西來補洞 但他已經補不到 開始失控了 我相信是因為這件事 所以他才有 去到重來的念頭 但是卡片遊戲 但是他的手法 就不夠恭維 因為卡片遊戲 其實很古老的 一個就是 很講滿家之間的口碑 一個customer base 他不會是因為 你出新卡 Gundam從來 這樣的話 就可以再重新回想 因為 始終是 你有第一次的話 你很容易會有第二次 我怎知道你會不會有第二次 我會不會買了新代之後 又推倒 又再做夠 你買了新代之後 如果你舊卡 能夠 加一些限制 即適應新的東西 而限制不是那麼苛刻的話 我都覺得還可以接受 苛刻度是 將那張卡 你根本就 你根本用不到 不過他可能就是因為 他新代和舊代實際 差太遠了 他都做不到協調 我看過 炮竟然第一高達 那個效果是 將舊卡完全搬下去 即是 新的卡 和舊的卡 效果完全一模一樣 但舊的卡 又變成軍票 沒錯 又出一張新的卡 一模一樣 你是完全沒有誠意 沒有創意 沒有改變 只剩下一個 只能贏它 所以最終 就是 大部份的 都差不多接近全 全香港 基本上 已經絕跡了 好在我 早幾年已經跳了坑 恭喜 恭喜你 恭喜你 所以我手頭也遲入了一口 就開始就 當然 如果現在還拿著軍票的人 為你墨愛 只能 我們不會幫你收購 或者 漂亮的卡 幫你收購 可以的 如果以一張卡 我本身來說 他都算 可以的 收購購購購 我看到以前的 金字人字 現在50元一口 50張 做購購購 始終都可以有粉絲 Gundam 不會拿到裡面 最終變成了 雜碗式卡 不是有美卡 雜碗式卡 雜碗式卡 一切有字 AGE的 AGE他會不會有出呢 GUNDAM 沒有 新的那隻有AGE的 還要是 特意做一些東西 好像令到他很有優勢 我聽說 不要理會 他做動畫 看他怎樣死 我們年尾看他怎樣死 他做不做年尾也是一個問題 其實應該做到的 但我應該不會是連回的吧 對呀 本來講明是連回的 52 集 現在應該是CUT的 日星也是扔錢去境界線 三百集 你不要忘記有一個叫X的物體可以CUT 這些要CUT也不難 聖母期待我們 九關十年去 雖然我現在一集都未看暫時 好 我們這集去到這裡 下集再見 拜拜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